上回说到,武成寺为了能做大舟的太子,不惜血染朝堂,剁了好几位重臣,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堂堂首席宰相,竟然会被李昭德在背地里捅了好几刀,不仅连东宫的入场券都没捞到,反而还被姑母武则天一如到底,成了一个闲人。 眼看太子之梦即将破碎,武成寺顿时有些伤心绝望。 然而,紧接着发生在皇寺李诞身上的一件事情,却让武成寺垂死的斗志瞬间,又高涨了起来。 因为李诞莫名其妙地交上了桃花玉,更准确地说,他是凭白无故遭遇了一场桃花戒。 洛阳城有一个叫耶庭宫的地方,里面住着不少宫婢,这些人大多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只不过是因为父辈获罪,而惨遭千年,才入宫为帝。 按理说,宫婢的身份都很卑微,没有出头之日,可武则天为了不让一株蒙尘,便挑了一批姿色出众才华横溢的婢女入宫。 赫赫有名的上官婉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武则天的贴身秘书,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却不是上官婉儿,而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大美女。 她的名字叫维团,维团儿背景不详,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她长得国色天香聪慧动人,深受武则天的喜爱。 当时李旦经常入宫请安,每次都有维团儿在前引导,日子一久,她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气质高贵,俊秀儒雅的公子哥。 维团儿对李旦团然含有爱情的成分,但其中恐怕也不乏改变命运的强烈企图,正如当年的财人吴妹娘勾引高宗理智一样。 此时的李旦虽然地位也不稳,但名义上毕竟还是皇子。 身为宫女的维团儿,要想出人头地,最有效也最快速的办法,就是攀上李旦这根高枝。 于是维团儿便施展浑身解数,对李旦百般引诱,可让维团儿大失所望的是,无论她如何挑逗,李旦却始终进入止水不为所动, 无论她如何热情四伙,却始终温暖不了李旦冰冷的心窝。 其实,并不是李旦天生不解风情,而是常年笼罩在母亲的权威和阴影之下,李旦早已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更何况维团儿还是武皇最宠爱的事,鬼知道她是不是老妈试探自己的一枚棋子, 所以就算李旦有那颗贼心,她也不敢有那颗贼的。 因此李旦就以身边已经有老婆刘舌和斗士为佑,委婉拒绝了维团儿。 我欲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却找勾去。 频频放电的维团儿,遭遇了李旦这块绝缘体,她女人的自尊心,也顿时受到了严重挫伤。 最终恼羞成怒的维团儿,把一肚子怨气全撒到了李旦的两个妃子身上。 就这样,李旦最心爱的两个女人便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 维团儿利用武皇对她的信任,状告刘氏和斗士暗中行验圣之术,制作同仁诅诅武皇。 此事立马引起了武则天的震怒,在他看来,李旦从皇帝被废为皇寺, 这两个女人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肯定对此怀恨在心,因而完全具备诅诅她的动机。 更何况,对于这类事情,武则天向来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于是长寿二年正月初,这天一大早,刘氏和斗士暗冠礼前往嘉玉殿向武皇拜和新年, 可他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东宫。 李旦在东宫从下午等到晚上,又从晚上等到第二天早晨,始终没看到他们的身影。 最后李旦才终于意识到,他们永远也回不来了。 那一刻李旦肝肠寸短,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妻子为何会无缘无故遭遇死亡。 他只知道,自己膝下这一群年幼的儿女,从此再也没有母亲了。 两个活生生的人,两个安分守己相夫教子的母亲, 两个从不过问政治的女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这是何等的恐怖,流逝和斗士的最终下落,或许只有武皇自己知情。 因为多年后,瑞宗李旦复尾,曾严令工人绝地三次, 可翻遍了嘉玉殿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他这两个含冤被害的妻子尸故。 最后李旦只好用他们穿过的衣物为他们招魂,随后住起了两座衣冠主。 这当然是李旦重登军位后,才有能力办到的事情, 而眼下他就是一直没有任何权力和自由的金丝权。 两位夫人被杀之后,李旦极为惶恐, 他不敢向母亲讨回公道,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此事过后,维团尔变得更加丧心病狂, 他甚至还想设计谋害李旦。 不过恶人自有恶人魔,没过多久他就被别的宫女告发了, 而他诬告流逝和斗士的事情,也随之真相大白。 武则天怒不可,随即命人偷偷将围团尔处死, 围团尔悲伤,并不意味着武则天对李旦放松了警惕, 一个人失去了最亲密的爱人,至少应该痛苦哀嚎, 或者是讨要说法。 可李旦却古井无波淡定从容,跟没事人一样, 所以武则天有理由相信,李旦虽然表面上不说, 但他心里却在怨恨自己,他明显是在等待机会翻身, 然后为自己的两位夫人报仇血恨, 而武则天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他必须要对自己的儿子严加防范。 假如武则天是位普通的母亲和婆婆, 在明知错杀了两个儿媳之后, 一定会对儿子心怀愧疚,并对他做出某种补偿, 可武则天却不是一个普通人, 而是一个为了权力不惜数次谋杀亲人的女人, 这也就决定了,他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而还要变本加厉地提防自己儿子。 于是这一年腊月,失去了两位安人的礼带, 就遭遇了一场来自母亲的生死考验,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劫难。 武则天愿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媳后, 不仅没有对自己的儿子李丹做任何补偿, 反而为了防止李丹报复自己, 武则天还把李丹的五个儿子全部降为巨王, 女儿子一律降为县主, 同时还加强了对李丹的奸计, 不许他迈出东宫一步, 更不许朝臣和他有任何接触。 不久后, 少傅间陪匪工和内常师范云仙前往东宫探望李丹, 其结果就是武则天立即下令将二人腰斩于世。 腰斩是一种急刑, 其残忍程度远深于斩首和绞刑, 虽通常用于那些实恶不赦的重犯。 可武则天此次居然动用此行, 显然是要杀鸡警猴震慑百官。 经此教训, 满朝文武再也无人敢踏进东宫板部。 黄色李丹落入了如此窘迫危险的处境, 最高兴的莫过于武成寺。 他意识到李丹已经被武皇推到了悬崖边上, 只要他再加一把力, 就必定可以把李丹推进死亡的深渊。 如此天赐良机, 武成寺岂能放过。 随后, 一道匿名秘奏便递到了武则天的手上, 其中指控李丹谋反。 武赵即刻命来郡臣负责审理。 李丹一听说有人告他谋反, 而且主神官又是杀人大魔王来郡臣, 心中顿时感到一股绝望, 而来郡臣得到圣旨后, 就如同嗜血的疯子一般, 马上进入东宫现场办案, 在大唐嫁及刑聚, 然后把东宫的各四人等全都押来迅猬。 续与之间, 东宫内已是一片惨豪, 眼看东宫的这些侍从们, 马上就要驱打成招。 就在这时, 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个人来, 大声怒斥道, 黄色没有谋反。 人们寻声望去, 原来是东宫的一个月宫, 名叫安金藏, 来郡臣当即发出冷笑, 如此卑贱的一个小人物, 竟然也敢挺善而出替主子担保,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就在左右酷吏们准备上前拿住他时, 安金藏却突然夺下了其中一人的陪刀, 然后用尽全身的戾气大喊道,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愿意剖出自己的心, 以证明黄色没有谋反。 安金藏说吧, 便用刀切开了自己的腹部, 顿时血流满地, 五脏六腑进出。 安金藏也随即昏死了过去, 杀人不眨眼的莱俊臣, 竟然被吓得目瞪口呆, 尽管这些年来他杀人无数, 可像安金藏这样刚强决绝之日, 他还是头一回碰上。 所以一时间也有些慌神, 不知该如何收拾残局。 如此奇闻, 很快就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 那一刻, 武则天心中的母爱也开始复苏, 他当即百嫁狱中, 想要亲眼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能为自己的儿子 做出如此的牺牲。 来到狱中之后, 武则天看着血流满地的安金藏, 不禁感叹道, 是我错怪了自己的儿子, 才害你走到这一步。 最后, 武则天立刻命人把安金藏抬进宫, 仍于一全力抢救, 最后才总算保住了他一命。 此事过后, 武则天也开始放松了对李旦的奸戒, 这件黄似谋反案, 原本已经板上鼎钉, 就仗在安金藏的惊人之举中, 峰回路转。 李旦就像是去地狱走了一趟, 浑身充满了虚脱之感, 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月宫, 竟然会做出如此一波云天之举。 更没有想到安金藏的侠甘义胆会打动母亲的铁石心肠, 而武则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安金藏感动了。 在他看来, 这个小人物的一条命固然算不上什么, 但他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忠意和勇气, 却足以让人震撼和钦佩。 而且, 恰恰就是一个小人物,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所作的证词, 才更为真实可信。 同时, 他也意识到, 是时候该终结自己一手炮制的库里时代, 不然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冤假错案。 于是以来, 俊臣和邱神纪为首的一大批库里, 也迎来了自己的死亡。